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江南人崇拜偶像 心邪淫 恶俗 为了不让后裔拜偶像 维持圣洁的信仰生活 所以不要以萨娶外帮女子 亚伯拉罕要老仆人千里迢迢的返回老家 去找同种族的女子 成为他媳妇 为了是要有相同的生命价值观 亚伯拉罕他委托一位与他相处最久 最了解他 并且值得信任的仆人 这位老仆人带十匹骆驼 走了五百里路 回到亚伯拉罕的家乡拿赫成 去为以萨找新娘 亚伯拉罕已经离开家乡几十年了 认识他们的人已经不多 想想看 怎么会有女孩子 愿意跟着一位不认识的仆人离开家里 到一个陌生又遥远的环境去呢 但是有坚定信心的老仆人 凭着他对主人的忠心 还有对上帝的信心 为着他的小主人以萨来寻找媳妇 老仆人在出发前 听主人的交代 并且慎重启示 我们看到无论主人说什么 仆人都没有第二句话 他愿意顺服主人 主人的话 他都牢记在心 并且向主人保证 亚伯拉罕所委托的这位老仆人 是忠心 是有信心跟勇气 虽然回到老家 为小仆人娶妻 小主人娶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但是他相信上帝必定会带领 会预备 有忠心顺服主人 就忠心顺服的仆人 顺服并不是自己 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而是要取悦神 做神要我们做的事 不抱怨 甘心乐意的去做 这就是顺服 这位老仆人很有智慧 他在井边看到城内的女子 出来打水 就跟他们说 拿水瓶来给这位仆人喝 如果女子愿意把水给仆人喝 而且也给骆驼 这个女孩子一定是非常善良 而且是一位心事信念的女孩 可见老仆人是一位忠心良善 并且有见识 充满了智慧的人 许多事我们无法掌握 但是全人神都知道 上帝已经都预备好了 我们只要顺着祂的心意走 就必能得到神最好的安排 从老仆人身上提醒我们 是否了解神人的心意 知道神人的教导 当神要用的时候 弟兄姐妹觉得神会选择怎么样的人呢 像这位老仆人知道族人的旗号 让族人可以全人的交托 我们是神所信任 是了解神心意 是神首选的仆人吗 亚伯拉罕将这么重要的事 交给老仆人 亚伯拉罕不会随便交给 其他人去处理这件事 他一定是因为仆人平日的顺服 又好的选择力跟判断力 在对的事情上不会艰难 不会抱怨 使命必打 过来老仆人他完成亚伯拉罕的委托 帮以撒找到一位内外皆美的立百家 想想看 神是否也愿意将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呢 我们是否愿意全力以赴 不畏坚然的完成神的托付 求主帮助我们成为忠心又良善的好仆人 是神性能首选仆人 愿意单单顺服神的引导 让我们一起祷告 再来天父我们感谢你 神在天上观看 是否有和他心意的人 愿我们能够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 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器明 能够顺服神的带领跟引导 能够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神 并且单单荣耀我们的神 感谢你赞美你 我们这样祈求祷告 奉靠主耶稣祈为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